哈喽心理师好 主持人好 好那一开始一样把你相关背景介绍一下 我是心理师就是家伟 那大家可以叫我伟伟心理师 那我是一个中华民国高考的自伤心理师 那专长是癌症心理的部分 那也有一个门诊叫解忧自伤心理门诊 那我平常非常喜欢就是心理学 可是走到了癌症心理之后就知道说 心理学其实它能应用的非常广 包括说到人生的各个层面 然后各个发展阶段 那爱情我觉得也是我蛮喜欢的主题 因为我觉得爱情就等于像无常一样 对其实它跟癌症的心理有一点无常的部分 其实蛮相似的 好那我们是不是就先把一般的心理 跟癌症心理有什么差别 以及癌症心理它要多考什么 癌症心理其实它不需要多考什么 只是现在目前台湾有一个叫心理肿瘤医学学会 他们有一个针对癌症心理的一个 癌症心理专家认证 那必须前提要临床经验五年以上 然后必须要修相关非常多癌症心理 还有忧郁焦虑的这些心理学分 对 然后才能够拿到他们的一个认证 这样的患者多吗 癌症病人需要心理智商的这样情况 非常的多 而且超乎想象多 那还有一部分是潜在就是他其实很需要 然后可是他可能不知道有需要找心理师 那都是旁边的家人觉得他需要这样子 因为对癌症病患的这个刻板印象 就会认为他是身体在痛苦 所以就是把身体治疗好就好了 对 可是后来才发现就是后来这个领域 癌症心理界在台湾大概还没有成熟到20年 对 那其实虽然说癌症病人就是好像觉得说 好像只有身体在受苦 只要做一些治疗就好 可是其实可以想象说他们受的身心煎熬 其实蛮多的 包括承受化疗的副作用 然后因为突然离癌 所以整个角色认同都失去了 你失去了控制感 然后还有那种面对生命的威胁 有可能 比如说你很配合医生治疗 那可能突然会突然宣告 身体可能突然有一些疾病的进展 所以他是没办法控制的 所以面临蛮多人生一些失落的议题 所以有时候他们想配合 身体也不允许他配合对不对 对啊 他们就最后就很无力感会很重 就会问说为什么我这么努力 可是身体还是这么失控 不简单来讲应该健康的心理 还是会对病情有帮助 这也是有研究的 就是当然如果可能做心理智商或治疗 然后对他的一个忧郁或焦虑有帮忙的话 当然在免疫的部分上一个效果 还有他主观的那种压力 其实都会降低非常多 好那你在前年一开始就有提到 这本书的这个女性爱情失落 这个主题跟你妈妈有关系 对对对对 我其实我是单亲家庭 对那我看到我妈妈就是 其实在以前的年代 其实一个女性她在离婚的 就女性在面对离婚 没有像我们现在就是面对离婚可以比较坦然一点 以前她们其实还要承受蛮多社会的眼光跟压力 或者是说不定有一些家族之间 或者是朋友之间可能就会觉得说 你是一个就直接贴标签 就是你是一个离婚的女性 对那我看到我妈妈是 她就是她其实是蛮蛮开朗的一个人 她虽然还是会在意社会眼光 可是她尽可能的就是把自己 她知道自己的责任就是把孩子照顾好 然后她也需要有经济 对所以她也很会创造金钱 然后就把自己过得觉得快乐最重要 所以她把这样子的这个观念 就是传给她的女儿 就是我跟我妹妹 就是虽然在爱情真的很挫折 可是把自己心理照顾好 然后活得很快乐很负责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看到我妈妈就是 她经历那个女性成长的那种心理阶段这样子 对所以后来我念书 我后来念心理学我才发现的 以前不会想那么多 可是以前一开始应该有爱情失落的折磨期吧 对啊可是那时候我年纪比较小啊 所以你看到后面她比较成长期对不对 对但是我听她在讲一些经历的时候 我才能够可能因为后来念心理学 我才慢慢可以理解到 她一定过去也有很多一些失落的东西 只是她不会去跟她的女儿讲嘛 有些家长可能会讲 可是她是自己靠自己很努力的去经历那个失落 然后去接受她对她没有去做什么抗拒 那关于这样的主题 你个人身为女性应该在智商上帮助比较大对不对 女性朋友比较愿意跟你开怀的说她的伤心事 其实不止女性 我其实后来发现潜在男性也很多 其实男性的失落更多 非常多 而且男生我本来是锁定女性 因为我觉得女性因为我听得更多 然后加上我个人职业的关系 包括朋友朋友的朋友 其实也蛮容易就是寻求简单的找我一些咨询 对那后来我再发现 原来其实男性的失落也蛮多 而且他们是更不敢说的 对我知道那个差别 女生一受伤就到处讲 男生会压抑到一个很严重的地步 没错 而且男性可能他更倾向找陌生人说 他觉得比较安全 因为还有面子的问题对不对 对对对 那有一些为什么会发现有男性有失落的问题 是因为之前就是有一些匿名的男性 就是他可能写信到的粉丝页 对那我就会知道说 原来对他们而言 可能找一个陌生的心理师稍微讲一下 对他我原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么多 承受这么多也蛮辛苦的 所以你还是会简单回复一下 其实我知道在网络上 我们没办法做一些资商 就是到心理治疗是不可能 可是我知道有时候人其实会想要急的时候 或是在很失落的时候 其实会想要真的想抓就是一个服务 我可以懂那种心情 就你会希望就是一定要找陌生人说 一定都是你毕业了非常久 或者是你觉得实在是没人可以说 然后你又需要人家把你守秘密 所以我会简单的回复 简单看一下 但是也不能聊太多了 因为毕竟状况还是要面对面 没错没错 你很懂就是一定要就是面对面 对为什么非常懂 因为我也有匿名给你 我是受伤的男人 对 原则上有时候他们 我看很失落的人 他们会自己打一串 就算我只是回答嗯嗯 这样子 他们其实打非常多 全部都打 他只要有人看到就好了 对对 有时候就是一个需要一个安全的空间吧 我们来讲书名 从书名开始聊 用陪伴 所以陪伴是最重要对不对 我觉得陪伴的态度 专业心理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那个份你愿意陪伴的态度很重要 态度跟专业到底哪个重要 找一个闺蜜陪伴 然后乱扯 还是找专业的智商师陪伴 当然我会觉得 我觉得当我朋友 某部分蛮幸运的是 我会拿捏那个 对两个都有 但我会因为这样比较累 可是一般人第一个人先找闺蜜啊 对 那闺蜜有时候很容易乱出主意 因为太熟了 没错 所以他们可能被闺蜜骂一圈 或者是他们也怕就是不敢再多说 他们就会来找专业了啦 他们也知道说 闺蜜最终没办法回应到 他们心里那个闺大墙的部分 对啊 因为他会说你就离开啊 你就分手啊 渣男啊 怎样怎样啊 可是就是离不开 才会一直纠结 才会一直找你倾诉啊 对不对 没错啊 所以当然有时候会找到我们这边 我觉得他前面都已经试过 我也都会问他们说 那你都找谁讲过 很多几乎都 都讲一圈了啦 那如果遇到比较高端的客户 他找很多心理师 智商怎么办 你的意思是说 他到处好像shopping上找很多吗 到处找专业的智商师 就是找很多专业的你们 这个也会有意义耶 就是他是为什么 什么情况下 他会一直找 是因为不信任吗 还是同时咨询很多个 还是 应该是没有听到 他想听的答案 所以一直找 对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没有找 或许对他最适合的就是那种 先很肯定他的人 肯定他的想法 倾听不要给太多意见 有啊 我有遇到这样子的 我也有遇过 等于是他也有可能在你们这边受伤 他有找下一个心理师 我不知道我没有个案这样 但我觉得我都会很注意 就是不要让个案受伤啦 就是每次 比如说资商一两次 或是第一次 我就会去跟他谈说 那这个感觉 你过程中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其实会蛮细心去照顾他的感觉的 因为我知道他是消费 第一是他是消费者 第二是 我觉得 会把你愿意把自己很内在的部分去讲 本身也是要有一些勇气啦 而且也要 其实他去跟一个人讲 也会担心说 那这个人怎么看待他 所以我会因为这样 他这个我会蛮尊重他 就是去特别跟他讨论说 那这个过程有没有哪里 也许我有讲一些话 可能让他不舒服 或是都会去做一个讨论 这样去反复check说 他的感觉哪一个部分 从这个过程我可以更了解他 好 那其实听了很多故事要出书 其实希望帮助更多人 可是又怕个案被影响 所以写书真的是不容易 还要三三剪剪 然后还要改故事 对不对 我其实后来就是把模型 我全部大改变 对应该要尊重个案 所以很多其实反而 比较不像是个案原型的故事 都已经是常见的主题 然后包括人物全部都大幅修改 所以这个基本的道德 你们一定会遵守 基本的专业 绝对不会把看就知道是我 不会 我几乎是 对我全部都 很多都是自创 对不管是年龄 或是故事的原型 几乎都是改变或是自创的 那你写书的习惯是一篇一篇写 还是到了预定的时间才开始好好的写 你是说编辑吹稿的部分吗 还是 有些人会看到就写啊 然后就很自然一堆笔记 很容易就出书了 有些人可能是到吹稿前才会开始赶了 坦白说我是这一种 因为我是自创故事 而且我平常其实不会去生活 去记录个案的故事 因为我觉得那已经是个案隐私了 所以我基本上不可能在私人的 就是比如说今天听到他们什么 然后再把它转述写到我的note上 我不会做这样的事 我写的方式是 真的是日期快到了 然后我觉得思考常见的主题可能有哪些 对 然后去把它发展一些故事性情节 对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不要说因为个案好像来找你 然后你就去记录它 就另外再花时间再记录在你自己个人 然后对啊 我不会做这样的事 等于你的故事已经大融合了 才去把它整理出来 对 而是随着常见的主题 然后去回忆说 常见的主题好像有哪些 对 那因为我也希望说 人其实在故事中 就像童话故事一样啊 就是都有一些原型吧 就都还蛮相似的主题 对 那有时候人看到故事 可能就会有一些投射的情感 就会很自然的说 哇 他只要一开口 你大概知道这个是什么类型 对 有时候女生太自我牺牲 对不对 蛮多 非常多 就是比我想象中多 哇原来女生 甚至癌症病人 那个临床的故事 也听了非常多 很多代的自我牺牲啊 好像女生就是因为太投入 所以受伤很深嘛 没有办法活出自我 这个我也不敢这么说 说他们好像就是受伤很深 因为有时候其实他们 对他们而言活出自我这件事 有时候还不一定那么重要 对他们而言 他们可能因为受到 那个文化因素影响 他们觉得真的就是很深的信念 我可以把家庭照顾好 这就是我要的 那我不一定要活出自我 我觉得是现代女性才比较有这种 活出自我的概念 所以现在好一点 所以现在离婚很快 不会拖很久 对 所以现在失落的男性应该还蛮多的 他只要苗头一不对 马上就离 不会撑个五十年二十年 撑到小孩都大学毕业了 还在撑 对 我觉得这也是以前都会说 就是为了小孩 所以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割舍感情的动作 可是现在的女性她虽然还是会为了小孩 可是大概冲到可能国小小孩子如果可以独立自理的话 她可能就不愿意再去忍受一些不合理的部分 我们来讲男生 如果男生有一些什么所谓的控制狂或自恋狂 是不是在他背后可能都有一个受伤的小孩 隐藏这个男生的心理 为什么你都那么懂 我觉得好像都是这样 因为他受伤他才会有控制狂 他才会不安全感 他才是变成一个神经病 不是这样子 对啊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所有 比如说不管是一些恐怖情人 或者是一些比较控制型的男性 他们会有这种不安全感 当然第一个我就会去了解说 一定有原因 那通常大家都知道说 就是原生家庭经历过什么 有一些真的是创伤 很明确的创伤 那有一些真的是 可能在家里的爸爸 这个男性的部分做了一个示范 就是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男人主义的 那他可能就是一个社会学习 对就很自然而然的 对那也有可能是过去 有一些被女性伤害的经验 所以他从女性身上学到很不安的感觉 这也有 到底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 要把男生拖来一起諮商 发现问题都不在女生这边了 通常如果是恐怖型人 或者是比如说自恋型的人 他们其实很难被拖去諮商 通常都是女生来 或者是男性 像我就有遇过就是可能 有男性那种非常自恋型的 他就是也有点恐怖 比如说他会控制女性 那他来 他的女朋友好不容易 把他说服来找心理师 然后就第一句做下来的时候 那个男性对我就直接说 我其实是来看看你们心理师是在做什么的 就这样 对他直接说我没有要改变 他说你要改变就改变我旁边这位 那就可以预期说第二次他就不会来了 所以你就忽略他人动他不理他 不会啊你还是很尊重他 可是我可以知道说 因为我觉得人不可能 我也没有那么厉害 就是不太可能看我一次 他就是会有改变的意愿 对那可能就是这位女性后面就会去谈说 他想要结束这段关系他在这段关系有多痛苦 这样子就朝向自我成长的部分 可是如果两个一起来 有时候话你也不能说得太直接 对不对 因为恐怖情人坐在旁边你也不好聊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恐怖情人被抓去会谈的 几率实在不可能啊 我觉得不可能 因为恐怖情人就表示 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好好沟通非常久的时间了 对 然后甚至是会让这个女性 如果是恐怖情人是男性的话 其实女性是非常害怕的啊 所以不太可能会说 他真的成熟的跟他沟通 说我们一起去諮商 那个恐怖情人如果是男性一定是很抗拒的 那里面还有个故事是那种男性朋友很喜欢 招风影蝶开放性关系 对对对 这也是有时候有一些个案会遇到的 那像这种就不用碰了对不对 因为绝对没有什么好结果 因为他就是玩玩嘛到处玩而已 我相信就是很多女性如果碰上这样的男性 其实也知道说自己可能是就是不被认真对待这段关系 那只是说在这样的女性底下 她有时候有非常多种心态 她还愿意去尝试这个关系 像比如说有时候可能就是很空虚的状况 那她可能不确定说她现在要干嘛 那有可能是你受伤过后 对那就是好啊 那就是有一种报复心理啊 就是说反正男人就不可信啊 那我就试试卡 那有没有一种是她会改 我等她她会回头 也有也有女性也有女性 的确也有临床上有碰到 可是最后当然就是会受伤蛮重的 会叠得很惨啊 就是会抱持着只要我努力 面对她这样她一定会感动的 这还真的有这样子的女性 所以有时候就女生的特质 害了她自己对不对 因为她那种母性的关怀 我觉得她自己觉得那个是包容 对 她误认为包容就等于可以完全没有底线啊 或者是好像自己都不重要 她觉得骨子里觉得自己就是没有那么重要的 她必须要透过被爱来获得自己的价值感 有这种有这种倾向 好那我们接下来聊实际的这个智商技巧 你大概会智商到几次 才会给一些比较具体的建议 因为一开始一定是倾听陪伴嘛 大概听几次之后 你的脉络才会越来越清楚 虽然你是不是有找心理智商的经验 我就一直逆平资讯你的人 你真的蛮了解 就是前面一定对 会经过一两次 我觉得至少是去了解 然后去对焦说她的一个需求 对前面几次真的会这样 可是有时候我们我也会观察啦 就是她有些人个性 可能她就是比较急啊 那她就是要希望一次 我就可以给她一个明确的方向 那如果是这样 我的智商技巧就会落在 那我们就来看看 现在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是想要疗伤吗 还是你只想要听我说就好了 你想要一个安全的空间来发泄 你的情绪吗 我先确认她的需要 就是直接反问她 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直接讨论的方式 我觉得成人就是可以很直接去讨论方式 而且时间他们也要付费嘛 所以我觉得我是因为尊重她的时间 所以我直接就问她需求 这是对比较急的 所以就直接问她 那如果对一些比较能够配合你的这个节奏的人 其实我觉得反过来好像都是我以个案 我去配合她的节奏 我会以他们为主 因为我觉得他们来了 然后也是消费 我觉得消费者概念还是有的 就是尊重说她到底想要这个 资商获得什么样子的东西 那有些人当然不知道 那我们就协助用一些 厘清的资商技巧去厘 对那有些人是很清楚 我就是先来发泄 我就是很生气 我就是被背叛了很受伤 对他就也很坦白讲了 那我相信这么多个案 应该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那他们后来都会给你怎么反馈 他走出他的新人生 他的新方向这样 他们有几个会让我也蛮感动 可能就是她会 就是在最后一次的时候 她会 因为是很真诚的关系 那她就是直接很感谢我 就是用一些卡片的方式 因为她知道我们不能收 什么很高的回馈金 或是伦理的问题 心里是没办法是真的 对 那她会用卡片表达感谢 还有就是说 我真的是翻转了她人生 她说她也没有想到 这几次 十六四十八次就可以 对 然后还会写信 特别来感谢 她可能会找到我的信箱 然后有几个少数哥 她可能就是知道 我会有时候做一些演讲 她就会特别去跑到那个讲座 来亲自谢谢我 然后告诉我说 她现在过得很好 对 这就很感动了 对 所以重点是 他们过得很好是最重要的 就是一个成果 对 虽然当下我也没有听成果 我有时候 其实在做资商的时候 虽然受训说 很多东西是我们要思考的 可是其实有时候 我觉得人与人 那种很真诚的关系 不是那种很死板的 就是她有时候 就是一个很自然情感的流动 当下虽然 我带着心理学技巧要帮她 可是有时候就是一个 一份很真诚的祝福 其实个案感觉到 其实就蛮疗愈的 对啊 因为我相信你们这样的工作 其实是希望大家赶快 好了之后离开了 不要再来 对不对 对啊 不要去重复那个痛苦 因为我觉得 一直轮回 对 一直轮回 最后就是忧郁啦 最后就是很可能 会到忧郁症的状况 有可能啊 所以每个人用最短的时间 聊完伤之后离开 展开她的新生活 而你迎接下一个 而不是迎接同一个 如果说手上真的 对 如果说他们跟人相处 真的是很明显不对 很让自己不快乐的关系 而且也努力了 那我会比较鼓励建议 不是说叫做快点离婚 或是快点分手 而是真的也好好的 让自己的大脑 一个冷静的状态 去想想发生了什么事吧 对 因为以大脑神经学来说 如果我们人在一个比较慌张 或是不知所措 智力本来就会比较低啊 没错没错 我们在紧张慌张 无乱或者是什么什么 很多状况就会突然当机 真的就是明确神经学就是这样 我觉得对啊 让一个平静的状态的时候 你的大脑的智商智慧最高的 我们以了解大脑来说 我有时候在智商 也是去陪他寻求就是那个大脑瓶颈的过程 某部分来说 不管是我的语调 或者是跟他好好讨论一次发生的事情 那你自己会吗 听到你自己都当机了 太混乱了 故事太错证故事 你说听歌案的故事吗 对啊 听歌案故事是不会当机的 我觉得这就专业 就是你听的故事 就是你怎么听 然后我可以很快的去抓出脉络来 然后在一段时间内赶快理解他的状况 因为有些个案台 他表达能力没有这么好 他会动一块细一块表达 对 那那个时间智商 有时候就是五十六十分钟嘛 那你如果全部都听他说完 哇 那实在是每次都听他说 那个智商就不会有进展 对 所以我都会听 然后赶快组织 就是他现在脉络 可能概念是什么状况 那很快的去找到 他核心的 花几次核心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这个就是专业的训练 这叫经验的累积 最后帮我们介绍一些推荐 好吧 帮你写专闻推荐 有两位嘛 先介绍杨明磊好了 他其实是我念淡江研究所的教授 指导教授 对 那他其实本身 为什么会找他 是因为我觉得他 对爱情的诠释学 其实蛮擅长的 对 那他本身也算还蛮了解我的 所以那时候 他一看到 就是我出书 就是我跟他分享 就是当我的 他马上一口就答应 而且他还跟我说 他写了很多字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以他的视角 他的确在写 其实我觉得他写的 我很感谢他 感谢我的教授 就是写的很认真 他的确把一些 文化心理学觉察的部分 用一些故事 比如说像挤牙膏 或者是在一些放假 放重要节日的时候 就是女性会比较辛苦 然后其他家族的人都去玩 就留女性在烦恼这些事情 对 也有提到说 其实有时候 说要恋爱这件事 以前男生都会不顾一切 就是放下去约会 可是恋爱 可是到结婚 早就大家都忘了约会了 有用这些很简单的方式 让大家觉察到 就在婚姻里面要有爱情 的确本来好像在文化上 就会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 然后下一位是郭怀子 那她是一个 也认识我非常久的 她是一个身心健康顾问 对 她是非常了解我 所以她叙述我的方式 可能就是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 她在里面 就是也都讲了 跟我相处会比较自在放松 那她相信说 一个女性就是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 都会有就是掉到黑洞里的时候 因为她本身也带很多 身心灵的那种工作坊 所以遇到非常多 一些人可能都是高射精地位 可是都过得不快乐 在关系里面也不快乐 那她都会用她的方式 陪这些人去寻找自我 对 所以她就是在推荐序上面 也鼓励大家 就是一定要有时候 向内懂得向内找资源 然后去懂得爱自己的这个过程 对人生非常重要 好 谢谢我们 我还辛苦你吃